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今届区议会一共有470个议席 当中由行政长官委任议员有179席 由当区乡市委员会主席出任的当然议员有27席 其余经由选举产生的议席就有264席 264席入面会是由18个地区委员会选出176位的区议员 以及44个区议会地方选区选出88位的区议员 这88位区议员就是由选民按照自己所属选区来投票 18个选区分别是中西区、东区、九龙城、观塘等 9个市区选区 以及尼岛、葵青、北区等9个新界选区 各位选民记得今个星期日12月10日一起尽公民的责任去投票 而今日12月4日其实都是另一个重要的日子 就是国家宪法日了 政府与中联办合办的国家宪法日座谈会在今早举行 以宪法与中国式现代化为主题 汇聚了多位专家学者分享见解 探讨香港如何贡献国家实现中国式现代化 而行政长官李家超也有出席到座谈会 就着宪法与香港的关系分享他的看法 也加深到市民对于宪法的认识和了解 另外保安局今早也有在入境事务学院举行国家宪法日升旗仪式 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负责主礼仪式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和多名的纪录部队首长都有出席 纪录部队仪仗队、护旗坊队和政府飞行服务队都有参与升旗仪式 充分体现香港对国家的归属感和爱国情操 除了星期近日都有一样东西上升就是小巴价格 昨天有11条九龙区绿色小巴线加价 加幅是介乎8.05%至20% 加幅最大的是来往白田上川到石杰尾站的9M循环线 由3.5%加到4.2% 指纹搭车的时候要留意了 小巴加价要留意 我们港台的活动都一样要留意 今年是香港电台广播95年 上星期六和日我们举办了个 《星影穿梭》香港公共广播95年加年华 有摊位、有工作坊、有表演看 和大家一起欢道庆祝 我们一起看一下当日盛况 到底95岁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而我95岁又是怎样的模样呢? 今天我和大家一起去参加一个 95岁的生日派对 香港电台生日派对 3、2、1 开心香港, 升影穿梭 香港公共广播95年加年华企展览 正式启动 为了庆祝公共广播95周年 香港电台举办了 开心香港、升影穿梭 香港公共广播95年加年华 是一个以生活艺术、秘密质文化为产 以及提升新心灵健康为主题的活动 港台是香港广播史上第一个广播机构 亦是香港唯一的公共广播机构 1928年启播到现在 从新闻报道到时事节目 从广播剧到电视剧的制作 多年来一直是紧贴我们香港人的生活 以及社会的现况 为我们提供很多优质的节目 亦都为我们留下很多集体的回忆 港台自从2014年开始营运自己的电视频道之后 已经有31至35个频道 不单止制作节目 比市民有更多元的选择 同时也讲好香港故事、国家的故事 增进市民对国家发展的了解 处长,一年两日的嘉年华 希望透过这个活动带什么信息给市民 香港电台其实很年轻 只有95岁 我们要过多五年才踏入青春期100岁 在过去95年 我们很感谢香港电台的同事 台前往的同事做了很多好的节目 凝聚香港 今天这个节目的活动目的 就是希望走入社区 和一大众的市民一起去庆祝 香港电台95周年这个旅程碑 我们有很多摊位节目 都是跟我们的节目 香港电台的节目是有关的 另外我们亦都在香港历史博物馆 是有一个展览 就是回顾我们香港电台95年 的一些过去的一些成就 和我们展望将来 如何用一个科技 是会做得更加出色的 在舞台上有很多精彩的表演 包括儿童粤剧 魔术 DJ打碟 现代男音 霹力舞 木偶剧表演 当然不少得有流行曲表演 你若为我好 为何还提出奔走 HAPPY BIRTHDAY RTHK AND CONGRATULATIONS RTHK 迎相上是你 令我坚引藏我 醉壮夫 香港电台95岁 生日快乐 耐性的比赛 长直中圈的爱 长流细碎 偏食典故方 可以跨世代 我也兴奋 需要转 却会胜心 喜悟喊 成长的规矩 到不再现还 心里拘紧 全食房好吗 It's time for me to stand up 露天广场又分为九大活动区域 有不同的摊位 包括手工艺术 健康医疗 文化历史 港式饮食 科学 环保自然 体育 青少年专区等 昨天已经有很多人了 真的有很多人 对, 有很多学生来看 那我们要拼这一封球 这个是给你参考的 我给你参考的 鼓掌 对 3 2 1 哪些摊位是你很喜欢玩 或者觉得很好玩的 我刚刚去到那边 有一个奇异动物的摊位 他有看到蛇、蜥蜴 港界员都会跟我们说 他的生活的杂性 最喜欢的是健康的检查 我玩了一个扔彩虹 还有玩了一个扔砖 除了嘉年华活动 由今年12月2日 至2024年2月26日 在香港历史博物馆有 《星影穿梭》 香港公共广播95年展览 免费入场 整个展览以1928年的 声音广播开始 走过只有声音广播的年代 然后细述电视节目的发展 再展示以互联网影响世界 展览共有八个区域 分别是一切从声音开始 声音档案 第一、第二台 共用多元的电台 影像资料库 大陆影厂 就在科技前线 迎随香港 有我、奥米为大家主持节目 以及放眼未来区域 这么多精彩的内容 大家又怎么可以错过 其实有没有勾起你的回忆 也有的 小朋友当时都会经常听电台 你们都很有心思 我一直存在到现在 今天我参与了不同的座位 又看了展览 令我对香港电台认识更多 而作为香港电台的一份子 我们会制作多一点更好的节目 大家、各位观众 要继续支持我们 金管局今年头九个月 收到近千宗涉及诈骗的银行投诉 数字超过2022年的总和 为了减低同类的骗案发生 金管局利用警方防骗示服器的资料 推出转数快可疑识别代号警示 提醒用户有关转仗 存在高度诈骗风险 就会出现可疑的警示信息 就算这个话题 我们请来香港警务署 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警司 陈醇清 上来和我们讲解多一点 欢迎你 陈sir 你好 陈sir 你好 一般涉及诈骗的银行投诉是什么类型 以及如果涉及金额 最大的个案大概是多少钱 其实在近年 骗案的数字都不断地上升 都有显著的上升 在头这九个月 我们收到的骗案的相关数字 接近三万宗 损失都接近五十亿 其实这个数字比去年全年都违高 其实骗案的种类很多 比较多的会是网上购物骗案 钓鱼骗案 网上投资骗案 在过去今年的头九个月 最大的一宗骗案是网上的投资骗案 受害人损失了2700万 损失很重大 我想上来涉及这个诈骗的银行投诉 近年就好像有显著上升的趋势 其实原因是什么呢 其实这个网上骗案 或者这么说 网上骗案其实都并不是香港独有的一个问题 其实是全球 特别是一些科技比较先进的国家 都是面对这个问题 我想主要原因有几样 第一就是说 疫情的影响 带动了社会的数码化加速了 所以变成大家现在在网上 无论是购物 做银行的服务 交友 娱乐 学习 各样的事情都会在网上做 同样带来方便 其实骗徒也借着这个机会 去接触一些市民 传统的一些接触式的骗案 对于他们来说 那个成本或者风险实在太高 所以我们都预视到 来后其实骗案 都会继续在网上这个平台发生 我们用得多 反而有时就吊耳轻心 其中一样用得多的就是转数快 其实存在什么风险 就是我们过数给朋友的时候 要留意什么呢 其实转数快的出现 其实就是便利市民 对不对 因为以往可能你去不同银行 过数你会没有那么方便 但是这一个方便 正正亦都是被骗徒利用了 转数快只要你确认了转数 其实那筆的款案已经是传走了 所以骗徒也很多时候 会找一些法律户口 法律的人士去开一些转数快的户口 然后去收取一些骗款 所以我们在过去九个月里面 都看到至少有二万二千个 转数快的户口 是和诈骗或者洗黑钱的案件有关 就是很难查到资金去了哪里 是因为其实除了香港的十名登记转数快之外 但是骗徒也会找一些不知名的人士 去登记的一些户口 所以变成我们在追查的时候也有困难 这个转数快可疑识别代号警示 是怎样去到警示市民的呢 其实在上星期11月26号 我们警方的防骗伺服器的资料库 已经和转数快平台是融合了 当市民如果去做一些转数快的过数的时候 收款人如果是他的户口的识别码 就是电邮号码 电话号码或者识别代号 是和我们的诈骗相关 就是我们防骗伺服器里面的高危警示的话 我们就会将一个警示去告诉市民 他们可以去想一想 去不去做这个的转长 当然我们是希望他们即时去拒绝这个转长 当然没有这个警示也不是代表安全的 因为可能只不能代表了 未有市民去举报这个骗案的发生 所以最好都是主动出击 警方会采取什么措施去打击这些数码骗案呢 我们其实是从几个角度去打击这个骗案 第一当然我们会有一些执法的行动 在过去今年的头九个月 其实我们就着骗案相关 已经拘捕了四千多个人士 其实这个数字比去年其实是涉升了很多 另一方面就是我们跟不同的持份者合作 我们会跟一些电讯商或者网络服务供应商 我们会给一些电话和一些网址 是跟诈骗有关的 令到他们可以适时去做一些拦截 甚至乎是停了他们的服务 但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市民的意识 所以我们都很多的工作放在教育宣传 我们无论不同的年龄层 职业层 我们都会做很多不同形式的宣传 网上网线上线下都会做 那有没有一些提示可以给市民 去到预防这个银行诈骗 那我想两样东西 最重要是养成两个习惯 第一个习惯就是 在大家网上见到一些陌生的事情 以及一些新的市民的时候 一定要有一个怀疑的心态 事事不要切勿乱讯 第二就是一个行为上的习惯 可以多些用我们警方的防潜伺服器 當你在網上遇到網址、轉帳號碼、電郵 其他相關的資訊 如果有懷疑的話 就可以用我們防騙示範器 看看有沒有跟詐騙相關 懷疑受騙可以怎樣求救呢 如果懷疑受騙 最重要是保持你手上的通訊對話的記錄 和銀行轉帳的記錄 然後報警求助 我們也有24小時的防騙熱線 18222 你們可以跟我們的反詐騙協調中心聯絡 謝謝陳Sir的分享 大家記得要提高警覺 接下來的環節 漫遊觸覺帶大家去灣仔海濱長廊看看 來到灣仔區 要看特色的歷史建築有很多選擇 好像是這棟一級歷史建築藍屋一樣 它是過半年的舊式住宅 可以參觀香港故事館 了解以前香港人的生活文化 走入環街窄巷也隨時會有發現 好像這棟三級歷史建築黃屋一樣 它的建築屬於新古典風格 經過這麼多年 依然保存得很完整 另一個值得看的就是位於 茂羅街的二級歷史建築M7 這裡經常會舉辦一些藝術展覽 社區工作坊或者一些表演等等 來可以感受一下這裡的文化氣息 經常都聽人說 灣仔區是一個新舊並存的社區 這裡除了有舊 也有不少新的建築 今天漫遊觸覺的嘉賓 說要向我介紹灣仔海濱的設計 讓我現在去找他們 位於港島的維港海濱長廊 由炮台山至堅離地城碑路柵灣 全長8.7公里 是一個集合休憩、運動和娛樂用途的 海濱公共空間 而建築處的建築師 就有份參與設計灣仔碼頭附近一段 海濱長廊路段 你在構思這段海濱建築的時候 有什麼考慮呢 而你的設計目的又是什麼 香港是一個國際大都會 其實是一個很擠迫的城市 尤其是在灣仔 這個新舊交融的商業中心 在港島北這個空地 我們覺得很適合做一個大型 多用途的休憩空間 市民可以有一個地方 讓他放鬆他的身心 這裡的建築特色是什麼 和其他海濱長廊 他們的建築特色有什麼不同呢 這個海濱長大約400米 分開了兩段東西 中間有個灣仔碼頭和分隔園 我們用了很多的植物 和不同的圓林設計 去繞通了不同的活動空間 好像身後面我們有樹 有草、有椅的地方 就是比較靜態 讓人可能坐在那裡看看書 在前一點有些大草坪 可以讓小孩跑步 動態一點 還有我們有不同的大小的糧亭 去到東邊我們還有一個寵物公園 去配合不同的活動 其實我們這個海濱的主角 當然就是維多利亞港和尖沙咀的景色 所以在我們這個建築設計裏面 都採用了一些特別的建築語言 我們的糧亭就像一個上框 去振動對面的景色 令到我們的市民可以慢慢坐在那裡享用這個景色 這個海濱 前面雖然有一個很漂亮的海港 其實後面是一個建築工地 所以在我們的設計裏面 做了一個綠色的屏障 去將工地和我們的海濱分隔開 我看到這裡有些用石瓶鋪的硬地區和木地台 為何會有這樣的設計 其實在草坪前面 我們用了一些硬身的天然石物料 讓市民去跑步和散步 前面還會用了一些軟身的木地台物料 做了一個觀景台 木地台上面就用了透明的玻璃圍欄 這些玻璃圍欄就防止市民跌到海 亦都拉近了海和陸地上的距離 除了上框設計的糧亭 這裡加入展板 展示不同年份 灣仔一帶的填海和海岸發展 另外亦有些設計 換起灣仔舊社區的集體記憶 我們在座位上 我們有一些霓虹燈的裝飾 另外我們亦都有一些 舊街道的標誌 這些都是用灣仔大家耳熟能場的街道名 做主題的 在這裡設立寵物公園的主要目的是甚麼 其實香港的海濱 很多時候都已經是寵物公園 主人只要用狗帶來牽著他們的狗狗 其實他們都可以在海濱走 但這個我們覺得還未夠 寵物公園主人就不需要再用狗帶 牽引他們的狗狗 狗狗可以很自由地在裡面玩 我們安設了一些木椅 他們可以在上面休息 希望寵物公園是一個誘因 去吸引有狗狗有寵物的公眾 去到灣仔海濱 平時來灣仔多數都是逛街買東西 今天聽完Michelle和Sammy的分享之後 以後就多個理由來灣仔了 就是可以約朋友一起來灣仔海濱 跑下步欣賞一下維港的美景 觀塘市中心重建計劃由2007年開始啟動 不過由於第四、第五發展區項目 在今年年初流標 在籌備重新招標期間 事件局就向政府申請 將重建範圍用作臨時和短期活動用途 開放給市民使用 其中鄰近觀塘港鐵站前身是健康園的用地 就改建成戶外自由空間在今日開放 包括有兒童遊樂設施和三人籃球場 至於同仁街和協和街交界的前臨時小販市場 接下來就會改成多用途活動場地 而愚民坊本來的舊樓群用地 也會加闊行人通道 方便市民來往觀塘道和市中心 而未來聖誕期間 愚民坊發展區空間還會舉辦 戶外加年華尼慶祝聖誕 匯聚人流 推動經濟、文化和藝術活動 事件局說 會透過整體規劃 更新和連結周邊地區 成為設合城市未來需要的市中心 構建觀塘市中心2.0 鞏固觀塘作為九龍東各類經濟民生活動的樞紐 支持九龍東成為香港第二個商業核心區 而在核心市區大家有沒有像我見過野豬出沒呢? 今年已實別 曾經發生過兩宗野豬傷人案引起關注 小朋友有沒有方法去應對野豬呢? 我聽過野豬出沒在花墟 更加是咬傷了一個花店少東的右手 對這一點,我有點擔憂 但野豬在市區出沒是一件很嚴重的事情 其實那些野豬都有善意和惡意的 沒有野豬以為我們會襲擊牠 看到野豬沒有惡意的話 我們就可以盡量避開 首先和牠保持一個適當的距離 然後等牠不會注意到你那時候再離開 我們還可以打狗狗狗 把野豬集中在一個地方 這樣牠們長期都可以找到食物 減少野豬繁殖 保護牠們的親戚地 不要讓牠們過來市區找食 靜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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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靜恁